双胞胎向上演员的标签 给郭阳 郭亮带来了不一样的优势 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 理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向上演员在表演的时候 其实很在意大家对你们这个包袱的反应 那如果要是整场大家反应都不是很热烈 会影响到你继续往下说的情绪吗 那当然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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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同心 敲过去 太双胞胎了这个 那当然回了 心灵感灵吗 如果前面的这两三个包袱 如果没想的话 你往后听这节奏全是乱 对 就不光我们有这个问题 别的向上演员 很多的向上演员都存在这个问题 对对对 向上讲究开门包袱 就是一上台夸一鞠躬 今天我们给您说段向上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什么 他第一个这个包袱 设计好的是肯定你们大家得乐的 如果你们不乐 那么有的向上演员就会慌了 他一慌 他说话的语速啊 节奏啊 节奏啊 然后语言的组织啊 表情都会啊 表现啊 表情僵硬啊 他就一趟倒 他就无自信了 就没有自信了 有一次我们去东北演出 去东北啊 一个大的剧场里边 我们俩就说的这段 论捧斗 当时给台底下演的啊 那真是鸦雀无声 所以说在后来回来以后 我们俩就开始总结 就说为什么咱们的相声 就这段论捧斗 第一段 为什么没有人乐呢 就是这个作品里边很多包袱 根本就不适合我跟郭亮 我们俩这种关系说 为大家举个例子 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 哎 说我今天呀 走在大街上 我碰见你爸爸了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就这么一句台词 各位你想 别人说可能会乐 如果我冲着郭亮说 哎 我今儿见你爸爸 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那观众马上就会想 他爸爸是猪八戒 你爸爸也是猪八戒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包袱 这叫伦理性的包袱 伦理根 我们俩根本就没法说 当然恰恰 很多的传统相声作品里边 都有这种传统的 这个伦理根的这种包袱 所以后来我们俩 想不能这样 从那天开始 我们俩就自己创作 自己的心象